我们的节目 在前几期 我们这几个丈夫 几个老爷们在棚里 每每看到你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这个节目 对我们不公平 对我们不公平 说为什么你们游山玩水 吃香喝辣 然后我们四个 从早说到晚 从早说到晚 中午给点盒饭 你知道吗 还带着一个漂亮弟弟 重点 听着来了 我找到漂亮弟弟 终于合体了 说一下感受 我们四个好像入话了 入话了 插一个你又觉得 可可子这次就是 你从镜头里面看他和你相处 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表达了 突然间他变了之后 我也觉得一切好美好 好像拍拖的感觉 对 那你还那么在意金翰 你们还记得紧 刚才看到虾的时候 我想起了弟弟 因为弟弟不吃虾 给我扒一个想 给我扒一个想 我吃 我是这么想的 我吃一想 真恨不吃虾 真恨我老公爱吃 太好了 你看 你看 你们 你们 你们都看看吉娜 看看吉娜 看看吉娜 你们都学习一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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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新一 她第一次的打架 你让新一 你看 看 你看 新一 作为一个颈椎不太好的人 一直没有寻找到一个 合适的方式和位置 你推我干 是这样的什么 还要这样 你快点 你待好了 能不能这样的吗 能不能这样的吗 你能不能 吓着来 吓到了 吓到了 你们俩别那么僵硬 自然一点 放松一点 但是现在是我的 最大受益人 静哥 你俩离太远了 你俩离得太远了 静哥 你得近点 来 来 好的人 我 他其实一个话不多的人 真的 他在我面前可以很多话 我问你们说话说 说的算比较多的了 在家主要是抢不上话说 是不是 不过确实我感觉静哥 就比如说第一次录的时候 就没有说太多 但是后来就放开了 我比较慢热 通常一部戏拍完了 走的时候 人家再说 比较认识了 那你们俩是第一部戏 你们俩是第一部戏 就在一起了 是吧 第一部戏 就是你们俩在一起的第一部戏 对 对啊 一个慢热的男人如何跟你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话很多 所以他觉得 他太主动了 没办法拒绝 没办法拒绝 他觉得有我在了 就没有闷惨 就是不会闷 然后他就很喜欢我在 是不是这样 对 他就给你提出三个要求 三不能 他跟你说不能 亲不能脱 不能缩 三部原则 还不能图 但只坚持了一天 只坚持了一天 没有 那个是 那个是已经同意了 才有这三部 之前没有同意的时候 是拒绝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人 一般拒绝 我就不会再 再主动 但这不是一般情况 不是 不是 他拒绝了之后 他还跟你玩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不想跟他们说 还跟你玩 等一下 快 坐 继续 说 不是说 还跟你说 我们听到的版本 不是这样的 不是 是吧 别的版本 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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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什么了吗 好不如大家聚一起来 让我们听一下吧 搞得一句还原 对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来喽 出来了 没有他第一次是 确实是拒绝我了 说 咱们这个做朋友就行了 然后呢 对然后 还跟你玩 然后后来我就说 如果拒绝了 肯定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结果他完全没有跟你保持距离 不 还有不 他完全没有 还有不 还有不 京哥 京哥我支持你 说 我支持你 别来说话 说 京哥我支持你 说 说 说 老爷们到今天了 对啊 该说得说 对啊 我们听你京哥说 快快快 他经常认说话的 这个不是真的 我知道你想说说吧 起床了没有啊 这位挺混乱的 其实我还那么准备找我 因为我要打开那个尴尬 你想一下 这个男生来跟你说完了 如果我就是很尴尬让他 他以后这不是我朋友了吗 紧急地站起来解释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做朋友的人 不要狡辩了 不要狡辩了 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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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朋友 我不会问他们 你起床了吗 你不要说话了 起床了吗 你们好过分啊 你们是不是我的人呢 不听 不听你的 不听你的 我们要听京哥说 在我以为有希望的时候 就大概过了 又有几天 然后我又跟他表白了一次 然后呢 他又解决我了 你怎么这样啊 第二次拒绝你 以后又给你发什么信息 够了 够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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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发给他 他发给我了 他回香港工作完了 回苏州继续拍戏 第一个找的就是我 找你是吗 找你干吗呢 好玩吗 我心想 这期还有四个月呢 你就一直拒绝我 一直拒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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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循环了 死循环了 死循环 一直找我 阿达 师傅 京哥有多好玩啊 改天天找我好玩 我现在把京哥的 微信备注改一下 叫好玩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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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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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见过他 我没见过他 那么紧张过 他其实是非常喜欢你 但他又害怕你们俩 可能因为这种原因 不能在一起 所以他一直告诉我 自己说 我只能跟他做朋友 我出了 就是 帅了吧 很容易 他跟我说过 就是咱俩好了之后 他跟我说 你是我这辈子觉得 最没有可能的一个男孩 真的 结果就诚恳了 因为我心里面 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期待 还是对他有一种幻想在里面 当有一天你发现你觉得没有可能喜欢上的人 你会这么想的 爱需要理由吗 需要 需要吗 不需要 你会这么做 我 这有什么 经过 铜 modifications 这有什么小 poems 人来扯了 有多少钱 还像 愿快